你看古龙小说里有很多情节是反武侠传统的 比方说我们看别人的武侠有时候 包括金虹的武侠有时候 谁数据越大好像功力越深 那反正天海地义基本都是老前辈 你看那一拍摄调文明传 那胡锡公啊 那是包括后来黄老邪 每个胡都白了 白了谁也打不过他 但古龙小说不是 古龙小说里头你数据大啊 有时候真就跟不上 全怕少壮 不怕老郎 那你看比较典型的 多情贱 无情贱 小李飞刀那里吧 你现在对大家说 你自己是梅花道 你疯了 我天面无私怎么是梅花道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问 绝不会有第二次 你是不是梅花道 是啊 所以这边 跟传统胡锡小说完全不一样 没那么多规矩套路可循 而这些东西恰恰是电影里边特别需要的 因为它有意外 它不会在你意料之中 但是胡锡小说这么写呢 很多人挺爱看 可传统的胡锡小说作家 来清 说这古龙颠覆东西太多 你让我们写不好写了 所以古龙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啊 很多武锡小说家排挤他 古龙当时也挺苦闷 这个时候呢 香港有位大家看上古龙 谁 泥矿 泥矿当时呢 主编一本杂志 叫《武侠有历史》 这个泥矿呢 就找到古龙 说你来在我杂志上连载 当时古龙在他的杂志上呢 连载了绝带双胶 就是小鱼跟花不缺那个故事 十大恶人什么的 孟主 冤枉了 表演是龙外双膜节的 是啊 那龙外双膜是不是十大恶人呢 当然是的 那就说该死咯 他们还联合起来骗人呢 不信要向他们解释 我认识是古林禁地 他凭什么进来要人 泥矿说我知道啊 那边有人挤对你 你看你这样 我要是把你的小说啊 能够给你推到电影圈去 改变成电影 你名气大的 谁敢挤对你啊 我给你试试吧 泥矿是真帮忙 当时香港呢 武侠片的大导演 胡金泉张车 泥矿呢 就把这古龙的小说啊 拿给这个张车 让张车看 结果拿了四五步过来 张车翻一翻 说这没意思 没看中 所以泥矿也弄得挺没面子 后来到了1976年 那时候古龙已经38岁了 终于找着个机会 结识了香港的大导演楚源 当时那本流行蝴蝶剑 就绿香川的老伯 那本小说 流行蝴蝶剑 其实很大程度上 是模仿教父 那个格局 我看 你要在这里杀人 起码也该问问我吧 老伯要杀的 都是该杀的人 所以谁都不用问 你干嘛 拿了之后呢 这个楚源导演一看 说这个好啊 太适合拍电影了 就这么着 开始合作 这时候泥矿操刀 当编剧 说我来给你改 你现在还不会编剧本的 我把你小说改成剧本 那时候推出了很多 优秀的武侠电影 包括楚流香 当时迪龙岩的楚流香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为什么这样问 因为我好像 看见过你的尸体 告诉我 我死在哪里 谁杀我 这到底怎么回事 如果你真的死过 应该知道凶手是谁啊 他弟弟的确是死了 但是凶手不是我们 我为什么要信 你是谁 我是我 我也不要你相信 不过站在你对面的 就是明满天下的 楚流香 楚流香 原来是香帅在此 幸会幸福 兄台是在下 所以就说古龙起家 他其实一边写小说的同时 电影帮了他大忙 而他同时呢 又成全了那时候 香港武侠电影的一个高峰